美食 富骨 哈 museum,你好我是Q LA 欢迎来到我的Youtube频道 今天我终于准备好我房间 要做rooom talk给你们看了 首先在我的房間就是這個我的名字 QW還有這個牌子 One Spawns a Time There live a princess name 去問這是我本人 這裡呢這個是在開送買的兩個 一個大概三塊錢 這個是我在馬六甲做的 可以Customize自己的名字喔 這裡就是我的床啦 是不是整個粉紅色的很夢幻呢 我要先跟你們介紹我床上面的這些裝飾品 Dream就是一個夢的意思 這個買的時候呢它是木這樣子的顏色的 然後我自己去買那個噴氣的把它噴成粉紅色 這樣就能配合我的房間 這個棋子呢是在Mr. DIY買的幾塊錢罷了 有各種不同的顏色你們可以去買 這個睡覺的眼睛呢是我自己做的 我就是去上網找它的那個template 然後我剪出來放在我喜歡的顏色上面剪 就有了這個咯 這個不用去買了幾塊錢自己在家就可以做了 還有呢就是這個很大個的補夢網 在我的床頭那邊可以抓走我的噩夢的意思喔 這個白色的床呢我自己非常的喜歡 因為它有多樣的光燈 因為它這樣子看是一個單人床 然後它拉出來就是一個雙人床 有時候朋友來的時候啊就可以跟我一起睡喔 然後它的下面還有兩個大抽屜可以拿來放東西 所以我覺得這個很值得又很實用 床單的這個我也很喜歡 因為它是波點然後有花的 然後我也是找了很久才找到這個 我自己覺得非常喜歡的這個設計 然後我就一直用到現在喔 還有我的這個melody枕頭 淘寶買的 有我的名字的這個枕頭 是一個instagram的店家 customized給我的 非常的特別 有一個很大的Q 然後還有我的名字 我就這樣子擺在這裡 人家一看就知道 是我的床 薰液草枕頭 這個是在日本買的 因為那時候想要好好的入睡 所以就買這個放在身邊 修好的味道就可以很安穩的睡著 目前為止我是沒有什麼失眠的問題啊 除非我去跑去喝咖啡啊 或者跑去喝茶才會失眠 然後也會戴這個眼罩 就可以更加的幫我趕快入睡 那麼我一下床呢 就會有這個地毯啦 這個地毯軟軟的很好拆 就是一下床也不會著涼 這裡就是我平常化妝的地方啦 然後這裡呢也是有一些 我小小的巧思在裡面 首先呢就是這個sticker 我非常的喜歡 The princess slip here 非常的可愛 然後我是在lazana買到了 它可以配到我的這個椅子 還有我的這個地毯 然後這個椅子和地毯呢 都是在淘寶選的 然後它這個椅子就是毛毛的很可愛 它這裡開燈了過後呢 這裡就會亮一圈 然後化妝的時候 就不會好像因為燈光暗暗 然後化到太濃妝 所以我很喜歡這個鏡子 就是跟我的這個高度剛剛好 這個化妝妝蠻小的 是在IKEA買的 還有兩個抽屜可以這樣子打開 你們可以去買這個妝口紅的 還有這個放後浮屏呢 就可以這樣子轉來用咯 就很方便 那些化妝台旁邊呢 就有這個非常漂亮的全身鏡 然後這個全身鏡呢 也是在淘寶買的 我是覺得蠻好用 因為這邊呢 有一個價值這樣的東西 我就把我的全部燙頭髮的東西都放在這邊 燙泡麵頭的 電捲棒 普通燙捲 電脂棒 那是沒有什麼機會用 因為我的頭髮蠻直的 就買了有一點浪費 也是GHD的 像吹風筒一樣梳頭髮的 也是很好用 在我的床旁邊呢 就是一個melody的一個小小擺設品去 這邊上面呢 有這個粉色的鐵網 是不是很漂亮 它可以掛照片啊 掛我的melody那些 下面這裡呢 都是我的melody的一些收藏 有水罐 小擺設品 各種各樣的皮和bag啊 都是自己可能去台灣看到的 或者是在淘寶看到的 或者多數都是朋友送的 因為台灣知道我喜歡melody 可能去日本看到啊 都會買給我 melody展示櫃前面呢 就有一個這個粉紅色的地毯 可以看得出我非常喜歡地毯 因為我整個房間 就是有很多這種軟軟的地毯就對了 因為我覺得很舒服 那裡呢 就是我一個小小的 accessory區啦 然後上面呢 都是一些耳環 項鍊啊 pin這樣子的東西 然後我在這邊 化完妝過後 出門之前呢 我就可以在這邊選我的耳環啦 就是有這個耳環的價值 也是最近才剛買 在淘寶買的 把全部掛上去就很一目了然 還有這個melody盒子 我很喜歡 它有可以播音樂的一個功能 是不是很好聽呢 它的音樂 然後打開裡面 我就是放bin這樣子的東西 髮夾啊 ribbon之類的 非常的可愛 是在日本上進買給我的 這個也是另外一個放耳環的 donate盒 就是你這樣子拉開 你的耳環就會這樣子並列著 就會比較容易找啊 好過全部耳環丟在一起 我就喜歡它全部排列好好這樣子 就很容易找 下面呢這個碎花的一個天圓風的櫃子呢 也是一個詢問度超高的 每次我post out我的story都會有很多很多人問 這個在哪裡買的 因為它真的是蠻可愛的啦 然後又可以裝很多層東西 在手門的另外一邊呢 又是一個melody區 這個melody區呢 同樣呢 就是整個粉紅色和melody的地方啊 前面就有這個軟軟的地毯 這個毛茸茸 很可愛的這個melody的盒子 是在淘寶買的 非常的好用 就是可以裝東西喔 裡面就有這個melody限量版的 Madonna餐盒 那時候搶到亂了 太好有粉絲送給我 謝謝你們 這個呢也是另外一個melody的收納盒喔 我都是特地去淘寶搜尋melody收納盒 就找到了 然後裡面呢都是我的那些happy meal的玩具 還有這個盒子裡面 全部都是melody的化妝品 泰國的cute press 和melody一起聯手合作 口紅啊 腮紅啊 蜜粉啊 等等的 全部一整set都有 然後還有這個小枕頭 是在台灣買的 然後上面這兩個呢 就是非常漂亮的cooler bag 這兩個cooler bag呢就是 那個古城月餅去年和千年推出的 非常的漂亮 然後而且我也有真的拿來用囉 就是有時候出去 要裝冷的東西去遠的地方啊 我都會拿這個來裝 很美 我變 這個就是我的melody鞋盒啦 隱藏在剛剛那些melody的東西上面 這個鞋盒呢非常特別 全世界只有一個 他們就是特別為我訂做的這個超巨大的鞋盒 非常的漂亮 然後我要打開給你們看 裡面一打開呢 就有我的名字秋文 非常的爽 這裡上面呢都是我收集到melody的一些商品 比如bag啊 衣服啊 椰子啊等等呢 我真的非常喜歡 然後又不捨得用不捨得穿 然後只好放在這邊 這裡打開呢也是一個可以收納的地方 你可以放東西 裡面呢我就有放我的melody的包包那些喔 然後這個盒子呢你們可以去customize 任何你們想要放的sticker 好像你喜歡hello kitty 你也可以做一個hello kitty屬於你自己的鞋盒 這裡就是整間房間的重頭戲啦 就是這個粉紅色帳篷 完成了我小時候的夢想 小時候就很想要跟一堆娃娃住在一起 然後他們都放在一個地方這樣的集合 然後講到後我就自己實現了這個夢想啦 我就特地去淘寶買了這個專門給小孩子用的這個帳篷 然後把我的melody全部住在裡面 然後讓他們快快樂樂的生活在一起 非常的開心 然後自從我買了這個帳篷之後呢 我就發現我再也沒有進去玩過了 因為我太大志了 然後歡迎小朋友們 可以來我家 然後進去這個帳篷跟melody一起玩喔 這裡就是我的廁所啦 簡簡單單的也沒有什麼特別之處 就是這樣子 給你們隨便看一下就好 這片牆呢就跟我的整個房間的設計沒有那麼大 因為它不是縫色的 它就是黑白主題這樣子 我這個sticker呢就是Celebry 它是一個法文 然後意思在這邊 它的quality是硬硬的亮面的 所以它非常的美 它不會黏上去看起來chip-chip的 正下面就是這個我的laundry bag 然後它有分成dark和white的咯 然後就很方便我就會直接脫了衣服 把深色和淺色分開 然後洗的時候我就一次過洗一邊 這個廚呢是我拿來放睡衣啊 運動衣啊還有裙子褲子的地方 然後這個呢在IKEA買差不多七八百塊 可是我是在kerosia買二手的 所以就便宜了一半 然後它的上面呢就是這些香水區 然後要出門之前呢我就會來這裡選我的香水喔 後來我就可以香香的出門 然後這裡我就放一些面膜啊 還有我的supplement這樣子的東西唷 在旁邊呢就是這個我掛毛巾的地方 也是melody的毛巾 melody的浴帽 是不是很可愛 melody的浴衣 melody的擦手巾 輕一色melody 我的床頭這裡呢就會有這個美光燈 就是那些美妝博主啊一定需要的這個美光燈 在晚上的時候是很好用的 因為它的廣可以調強調弱 然後可以拍出很美的照片喔 另一杯呢就是我的這個相訊 然後晚上睡覺前啊 或者我有在家的時候我會點這個相訊 就會比較放鬆喔 然後這些是它的各種 這些essential oil 好啦今天的room tour就到這裡了 然後如果你們喜歡這個影片的話呢 可以歡迎你們去分享訂閱啊按讚啊還有留言等等 然後告訴我你最喜歡這個房間的哪一個部分吧 我的room tour就到這裡 謝謝你們的觀看 拜拜 拜拜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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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